半月板损伤静养方法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编卫国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所有的骨科疾病 实际上是三分至七分一 尤其在半月板的损伤的保守治疗 以及术后的 都是要很正规的 一个功能康复锻炼 就比如我如果没有做手术 或者包括术后的 它在临床有很多辅助性的护膝 它可以让膝关节的载荷 从大腿直接传到小腿 让膝关节避免受压 另外它的康复 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 然后要请专业的骨科医生 或者是康复科医生 进行一个详细的功能锻炼计划 在这个计划的指导下 我们进行一个有效的锻炼 一个是避免产生 或者是加重损伤的这些动作 我们是绝对不能做的 或者说我还没有完全痊愈 我觉得自己稍微好一点了 然后治医生的话 当成耳帮风 然后主观地自己判断自己 加重损伤的这个可能 无论